现在连小朋友去这诊所都不安全吗 一对夫妻带着他们四个月大的宝贝女儿到诊所打疫苗 以及吃第二剂的口服轮撞病毒疫苗 带着护理师卷不小心摔破这疫苗的针筒 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喂食 直到这小女婴的爸爸发现 大约一公分大的玻璃已经掉进女婴口中 这才赶紧出生制止 父母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诊所打疫苗 没想到却让心肝宝贝吃下了碎玻璃 我有看到她的动作 她的那个针管已经破裂了 有一块一公分大的玻璃 当时还粘在那个针管上 但是她当针管一推的时候 那个玻璃就断掉了 整块就跑进去我女儿的嘴巴里面 女婴父亲说自己是亲眼目睹 当下出生才制止了护理师 之后也在网络po文 说是16号带着女儿打疫苗 以及吃第二剂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 护理师弄掉了疫苗针筒在地 弄头摔碎 护理师竟然还继续喂食 打了非常的久 大概有半个小时 然后才打出这一行字 就医为行一年免挂号费 就这么一句而已 夸张的还不止如此 女婴双亲想要个证明 得到的答案却是就医一年免挂号费 属实的话呢 我们会针对诊所及一个护理人员 依照医疗法及护理人员法进行惩处 这让女婴双亲相当不能接受 不只把事发过程po上网络 现在就连县府相关单位也出面 不管诊所还是医护人员 该负责任都逃不了 记者 中华报道